工作996生活ICU 大家好 我是不婚小叔 这是我的生活类的频道 今天想跟朋友们谈一谈 那个996工作制吧 因为我是在互联网行业 在国内 我应该比较了解996 这个工作制 给人带来的身心 带来的一种害处吧 毕竟我就是干这行的嘛 基本上就是996 大家都知道了 最近吵得挺火 我的那个主频道的视频呢 也曾经探讨过这个话题 就是在天津大学生那一期 已经在这个996这个火爆之前 我们已经谈到了 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每周72小时的超变态 长的工作制 现在程序员主要是 深受其害的人 就是在国内很多的程序员 早上要很早的来上班 晚上要很晚下班 然后呢 那个 他们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程序员的工作 生活比较单调 有很多都是没有女朋友 单身 油腻 就长着大囊踹 囊踹 北京话就是说比较的肥 然后 油头粉面的 这就是一种 那个固有的印象吧 如果我得罪了哪位 非这种形象的程序员 那话 那我也说声抱歉 其实996有什么辟端呢 很显然呢 很多人都是因为996就得了 得病最后猝死的 你像我们原来单位里边 有一个人就是 因为工作强度 还是因为工作环境的原因 导致他得白血病 然后公司组织捐款 其实你说公司 一个公司才多少人 能组织多少捐款 他基本上就没有 就是得了白血病以后 就宣判死刑了 对吧 家里又没有那么多的钱 还有一个就是 发生在一年前吧 我们单位里也有一个同事 突然间就猝死了 也是因为 可能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 这个工作强度太大导致的 至少可以说 他做这个程序员 非常的劳累 导致了积劳成绩 最后就突然间离开人世 还挺年轻的 好像才不到40岁 就说其实像干这个 这个程序员这一行 猝死率非常的高 而且特别的繁忙 呃 程序员的思路也很简单 他也不知道 说除了编程以外 他能干点什么其他的事情 现在的大环境也不是很好吧 很多人就是 他实行这种996制度 也是为了变相 让你离开 变相降薪 因为你的工作强度 大了 你的工作时间长了 但是工资 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或者是变化的比较小 那就等于是 你每每小时的时薪 你降低了 对不对 他就是逼你去跳槽 但是可悲的是这些 呃 程序员 如果到30多岁 仍然去做这个程序员的话 他们 就是 就是很难再去找一个更高职位 更高工资的职位了 为什么 因为 青春饭 呃 其实程序员就有两条发展路径 在国内 第一个 你升管理层 但是 升管理层的很少 第二个就是你变成技术大牛 但是像我们这种技术不是很好的 对吧 只是一般的这种 就技术水平一般的 我想30多岁 40多岁 你再出去跳槽 找工作 找同等职位的 或者更高级的 很难 所以就现在就面临着一个 就是 困难吧 就是说 大环境也不好 另外你又没有上升到那种管理 或者是 呃 技术大拿的这种 IT程序员 你未来怎么办 要不然你就只能转型 要不然你就创业 但是你要创业的话呢 现在的大环境 又导致你 嗯 你必须要有一套东西出来 而且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情况下 你才会 能够拿到风险投资 而且创业本身就 有失败的风险 这个 其实也可以去尝试吧 还有一条路就是 嗯 转行 像很多人现在做自媒体 嗯 很多人可能去干别的去了 进了国企单位 养老那种的 养老单位 就是 我觉得 嗯 但是你可能 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阵痛吧 就是没有那么多钱拿 或者是 你可能还会亏损 像创业的话 对吧 我觉得 很多的程序员 当初学这门专业的时候 他就不是特别喜欢 不了解计算机 到底这个行业有 就是 多么需要一种天赋 或者说 你是要对这个工作有无限的热爱 对这个计算机编程 你才能够投入其中 但是这个计算机编程 让我感觉最 呃 最困难的 就是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讲 他就是变化的太快 你比如说我做前端的 以前做前端 做页面 做前端 呃 用JavaScript 和各种框架 那些东西 变化非常快 半年就跟 把知识体系全部更新一遍 所以我就觉得 每天你都要在学习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你可能脑细胞也在 就是不断的 就是 那个减少之中吧 然后你 你的记忆力 也会减退 你的理解力啊 各方面能力都会 相应的变差 所以就很难在 跟那些年轻人相比 呃 你唯一有的可能就是那种经验 项目经验 但是那些东西 就跟这个 什么似的 就跟零几年 九十年代末 00年代初的 HTML技术 那个时候主要 只要是掌握 HTML 这种简单的标签 他就可以拿到 很高的工资 但是这几年 你掌握那些东西 有用吗 没有用 唉 这就是 程序员的现状吧 给那些 即将步入 这个工作岗位的 一些大学生 一个建议 如果你已经选择了 计算机 呃 如果你特别感兴趣 对这个行业 那么你就继续走下去 如果你不喜欢 你还是最好尽快的转行 的话